好 接下来看到另一个焦点 文灵院都更案争议至今尚未落幕 适临王家之前对台北市府官员提出毁损罪告诉 今天首次开庭 不过没有任何市府官员出庭 让王家人感到没有诚意 3月28日 北市府强拆文灵院拒签户 造成王家建物及财物毁损 以发各界批评争议 市府一度承诺会妥善处理 交由法院处理 但开庭日 连律师都没派 让目前分苏三处暂时居住的王家人 气氛又无奈 我想这个一言难尽 也可以怎么跟他一幕民主 今天要到那边去那边 而且家人都没有办法同在一起吃饭 王家人表示 22日 乐阳建设移花接木了市府的来函 强行放置货柜在王家的土地上 王家人守在现场 只要怪手一有动作 马上以肉身骨档引发冲突 我们组合屋上面有人 然后我们现场这边有人 因为我们怕他讲一套做一套 然后在动怪手的时候 外面那边就来了那个货柜屋 又掉一台进来 所以他就是在玩身中级系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请他还是一样 请他把他调走 你站在王家的土地上 请你把他调走 你如果不调走 我也不让你施工 王家誓言要原地重建 捍卫家园到底 也希望透过真正的沟通 理性解决这次都更案争议 听唐人亚太电视部东 庄一城台湾台北报导